Lun Sang 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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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沒有骨丁骨板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在這個骨折的兩端鑽洞 然後會穿過不鏽鋼的鋼絲 然後把它扭緊 讓骨頭靠近在一起 不過它的這個固定性遠遠不及下來的骨丁骨板 因為基本上我們可以想像兩個骨頭 它在浮動的時候 你用鋼絲去把它鎖緊 它事實上還是會抖 那骨板它是整個貼合住之後 你在鎖 所以它是緊緊的卡在那邊 所以早期的時候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早期受傷的病人 他在回診的時候就會用X光可以看到 裡面有一些鋼絲 不過往往這種情況下 你會發現它在受傷之後 它骨頭位移的情況還是比較厲害 那現在的話都是可以把它拼湊到這個精準的位置 骨板上去 骨丁鎖起來 所以在骨丁其實在目前來講 它大概不太容易被鋼絲 再重新回來取代 那可能它未來的發展就是在鎖得更緊的骨丁 還有更好的材質 這樣子 一般我們鎖骨釘的地方 因為你釘子就鎖下去了 所以那個地方骨頭它是不可能取代釘子 可是像剛剛講的這個可吸收的骨丁骨板 因為它會分解掉 所以它在分解之後 慢慢的我們的骨頭就會取代到 那個原來的骨丁骨板的位置 但不只是骨頭 包括我們的軟組織 它也會慢慢的取代那個位置 那至於是骨頭先取代 還是軟組織先取代 這個其實沒有辦法去預測 一般我們在打這種不可吸收的骨丁骨板 大概95%的病人是不需要拿掉的 那至於少部分要拿掉的病人 拿掉骨丁骨板 那它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個就是感染 那有些情況有遇到 雖然骨丁骨板打進去 可是骨頭 釘子旁邊的骨頭並沒有癒合得很好 就造成釘子和骨板位移 那就有可能傳出像我們一些牙印 這些亂組織的時候 就會把它拿掉 那感染的時候一定要拿掉 那另外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 就是有人他在打完骨丁骨板之後 他會覺得說他在這個有打骨丁的地方 比較容易痠痛 尤其像變田的時候會痠痛 那這種情況我們就會把骨丁骨板拿掉 那有些病人就會得到一些改善 這位病人他是這個牙印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上漢骨的骨折 那我們就會打骨丁骨板 那如果要取出的話 我們一樣 就是跟手術一樣的位置 會把嘴唇打開來 把這個卵組織把它分開 找到骨丁骨板把它拿起來 那像這個的話 他是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在這個眼眶的骨丁 那一樣我們就是也是要從原來的傷口把它打開 把骨丁骨板拿出來 就是事實上就是 你怎麼去打這個骨丁骨板 那拿出來就是同一樣的傷口去做 是沒有錯 所以一般我們即使遇到輕微的感染 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 我們也會盡量撐到讓他的骨頭癒合再拿 一般大概會建議是三到六個月來評估 有時候輕微的感染 我們會用口服的抗神術 先去跟這個感染對抗 那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骨頭長好 我們就趕快把它拿起來 這個是比較少遇到的情況 我們一般會遇到病人 他在顏面骨骨折的時候 他在骨頭上面的軟組織 其實已經都遇到一些比較大的一個撞傷 才會造成裡面的骨折 所以一般在打完骨丁之後 短期內我們可能建議是先不要去壓 因為怕有時候骨折位置在跑 但是等到長期 比如說兩三個月之後 他的骨頭已經比較穩定了 這時候我們反而會建議病人多去按摩 因為我們會希望他當時被撞擊的軟組織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 回復到比較有彈性 血液循環比較好的狀況 因為你如果不去按摩他的話 有可能比如說這邊被撞到 這邊沒撞到 那這邊未來就會比較厚 軟組織裡面會有一些皮下的一些拔痕 所以這個要靠按摩的方式 讓他盡量的回復到原來的狀況 其實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一般的骨丁骨板 他的直徑大概都是一到兩個ミリ而已 所以他這個凹洞其實是完全摸不出來的 而且他會隨著時間 他慢慢的這個洞 就被我們原來的組織把它填滿了 再次吃火鍋 等一個看來的 就算了